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是一場show match B.O.7 那第一張地圖是阿拉伯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場的對戰 那雙方文明是西頭這裡是瑪莉 然後 Ventress這裡是瑪雅 雙方都是玩他們的招牌文明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那新版的阿拉伯 也不能講他新版了 到已經2022年了 那在影片開頭還是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現在新版的阿拉伯 路越來越難推然後高地很多 那有看沙漠之王系列的觀眾朋友們 應該就知道現在的阿拉伯非常難為 然後有一些漏洞什麼的還蠻 蠻棘手的齁 反正我覺得現在的阿拉伯就是打強軍師吧 打強軍師可能會好一點點 那看一下這一盤雙方應該都是民兵開 民兵開但是是三棒棒還是雞棒棒我就不知道 因為這邊有西頭哥 對地圖來看的話雙方的主金都還蠻 前置的 西頭哥後面有附金跟石頭 是相對好一點點 Ventressor也是 所以地圖應該算是五五開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馬力跟馬雅 馬力跟馬雅還是馬雅可能 綜合實力可能會好一點點 西頭哥是三人伐木配置 Ventressor是四人 然後Ventressor還蠻常 明兵開 明兵開 所以 這邊已經下軍營了 那這個配置是他在 沙漠之王常用的配置 那去年的沙漠之王他也是順利的拿 像亞軍嘛 最後是輸給冠軍賽輸給viper 所以對Ventressor來說 現在他世紀帝國2的這個造詣實力 已經是來到生涯的最頂端 那西頭哥當然也是 所以這兩位選手 都是 就我認為新生代 2021 以及現在的2022年 會在世紀帝國2 的比賽 發光發熱的兩位選手 我們就來關注一下 有可能是 就好像過去幾年 我們看viper Mr.Yo 然後Larry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最近打天梯也有在玩瑪雅 所以我還蠻想練一下瑪雅的 來看一下Ventressor這邊 較多一些些吧 那瑪麗這邊是先開末房再均淫 那Ventressor是均淫加末房 兩者的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西頭哥十九春點了織布仙 然後就點了黑暗 然後點了封建 在Ventressor沒有挖一趟黃金 兩隻民兵開 然後這邊西頭哥的解法是拉村民艙來打 在這時間點就開始盧小你了 在這時間點就開始盧小你了 西頭哥這邊的解法是多出一隻明明 然後 雖然是十九春點上來 弓箭 但是現在兩人挖金 等一下應該還是一個射箭敞開 OK 看起來這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反正等一下就 看瑪麗吧 瑪麗射箭場開完他如果要打馬的話 再給 補回馬就出肉馬也是可以的 因為西頭哥他的風格還 封建是蠻常打這個大封建 然後 之前 沙漠之王他就是 到處都會插箭塔嘛 在家裡做防守 大家選擇可能不太一樣 這邊 瑪麗上來封建之後 肉馬變強了 直接就兩隻民兵出來 然後 加肉馬 直接硬拷一波 可能連這隻老鷹都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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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邊西頭哥的控兵很好 最後三滴血 最後三滴血 順帶一提 現在西頭哥在世紀帝國2的天梯排行 是來到了世界第一 來到世界第一 來到世界第一 那你可以說可能更頂見的選手 有 Viper Hera Larry Mr.Yo 很多我們過去知道的高手 都去玩世代了 但 不能因為這樣 就否認西頭哥在 最近天梯排行上面的努力 我覺得他真的是 花很多時間在練這個世紀帝國2 包括Adventures的也是 所以我越來越喜歡這位 就是 怎麼說呢 西頭哥的風格真的是 很有特色 跟小V是很像的 所以 在2022年 我會做更多西頭哥的影片 給大家看 那這邊 Adventures的 前線 稍微圍死 後面是一個 完全不圍的狀態 因為也沒辦法圍 那 瑪莉射箭場 剛剛也有看到的關係 那旁邊側翼 先不圍應該是還好 反正等一下就 毛兵做防守或什麼的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西頭哥這邊開一個大圍 然後房子是蓋這邊 沒有拉這邊 OK 那這個圍法 可能圖沒有炭的那麼乾淨 圖應該是沒有炭 對 對 沒有炭很乾淨 這邊沒有炭到 好 這邊西頭哥先續小弓 毛兵 然後等下一擊射之後再出門 Vangers的這裡已經有了 一擊射 然後這邊是蓋少戰 這個少戰很不錯 就是我認為 呃 打到 比如說你單挑局 1500分 像我現在就是15001600 有時候輸一輸1400 好不好 就大概這幾個分段 我們少戰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 這也是我需要去學習的 我自己覺得我們需要去學習 就是這個少戰的使用度其實 還蠻高的 還蠻高的 增加視野其實還蠻重要的 嗯 哇靠 這邊 三隻小弓直接把一隻村民給射死了 但這隻村民應該是有殘血齁 不然不可能這樣直接死去 那這邊修個小虧一些些 這邊Manchester還點了一擊法 看起來是先打了一波比較兇的攻勢 好 不對這邊 對手的兵量上來了 那點一起防我覺得合情合理 好這邊要想辦法夾住 這邊已經繞進來了 這個少戰有看到 但是 會死村嗎 會 喔一村 欸 欸 一村 ok 那西頭哥會跟這個防嗎 ok 三隻毛兵 券斷 那這一波 我覺得還算ok 死一村而已 喔這一波死一村而已 算放一波交換 嗯 西頭哥這裡是比較可惜啦 這裡他還不應該會有死村的情況發生 結果還是死了一村 那小V這邊 是相對比較危險一點點 暴露在外面 然後只有死一村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現在瑪雅還是稍微佔優一點點 喔 以雙方的這個操作來看的話 喔 Ventress的這裡可能好一點 西頭哥現在在補4級 Ventress的沒有4級 沒有4級 沒有4級 OK 瑪雅雙射箭場 瑪莉一個射箭場 沒了 這邊小公跟毛兵 走這邊會被少戰看到走正門嗎 稍微亂一下這個墓區 好 西頭哥把石頭賣掉了 西頭哥把石頭賣掉 那這就是你黑暗民兵起手開 然後有拖到很多時間 然後你22村上來 會帶有一些些的經濟優勢 因為村比較多嘛 然後 呃 加上這個瑪雅的經濟有加成的情況下 所以目前 當然 以這個阿拉伯的文明強度來說的話 瑪雅還是 屬於S級文明 那瑪莉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A或是B A或B 呃 A的後半段吧 差不多 好 那 雙方都到城堡了 吼 我不知道我喝水 大家會不會聽到我喝水的聲音 因為我其實 沒有開鏡頭 還在猶豫 以後這個系列要不要開鏡頭 因為其實這也是全新的系列嘛 比賽錄製 那之前吃一錄的4 我已經有做過幾集是 線上賽事 可是我是採用於 呃 錄製的方式來轉播 那沒有開鏡頭 可能大家會稍微不習慣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覺得 我這個系列有什麼樣 好的地方跟壞的地方 需要改善的都歡迎大家來告訴我 我希望2022年我們這個頻道可以越來越好 讓更多人知道四翼帝國 好 這邊雙方都到城堡了 我自己有問過幾個觀眾朋友嗎 有觀眾是跟我說 欸主播沒有看到你沒差 反正聽到你的聲音 你大概想得到你那個臉部表情 大概長這樣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有這麼誇張嗎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齁 反正我轉播的風格算沒有開鏡頭啦 反正我還是會講一些屁話什麼 在這個轉播裡面 這就是我一貫的風格 到2022年我還是不會變了 好啦來西頭哥這邊 把Aventures的冰都清掉 然後 生命樹 生命樹為什麼會落後呢 小兵這邊生命樹 少了兩隻 哦這裏有點輪軸 哦這裏有點輪軸 難道又是那個嗎 Fast Imp嗎 哇小V最近 在這個沙漠之王 打出他個人的Meta齁 早早手推車直接地王打一波 然後西頭哥是開湊嘛 明明出很多 中打法 好現在瑪雅單TC 兩個射箭場 有輪軸 你差這個經濟量是不是 你要衝地王了 好像是耶 這經濟調配跟鬼一樣啊 這一波走出來之後 Ventures的第二批新的兵 他就在家裡做防守 等你來打 家裡一個BK 他如果是對到馬國 就一個修道院 這樣 那其實在這一段期間是 瑪雅最薄弱的時代 因為現在Ventures在家 萬一被丟到一發 或是被馬國Snowball 瑪雅這個套路就GG了 很難打起來 3TC打法 那這場 那這場Ventures會點手推車在上帝王嗎 會嗎 開TC了 先開個TC 前置 前置的墓區不安全 先開個TC 先開個TC 西頭哥這裏是單TC剛剛已經賣掉石頭的情況下 單TC合情合理 然後家裏是沒有被亂到任何東西的 正面數也是西頭哥領先 西頭哥現在到來後面 要來打這個Ventures後面的墓區 考驗現在是考驗Ventures的防守功力 這邊哨戰看到了 所以投資車在這裏做準備 這邊比空兵 這邊躲在後面 西頭哥現在這一盤兩隊在玩 跟得很好 這邊開個市集 這邊要點帝王了 再蓋一個 射箭場 三個射箭場 一個大學 沒有單道學 哇極限在玩欸真的 這個如果被砸到一八的話 真的是很難打 瑪雅就這樣子上帝王了 好可怕啊這文明 可是也確實考驗他的防守功力 確實 現在兩台投資車在砸 砸沒有 這邊在死角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西頭哥好會抖欸 再一個 那些人是鬼嗎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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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西頭哥現在天梯第一 2021年幾乎都是hera佔據天梯第一 長時間 好 2022年會是西頭哥嗎 會是西頭哥一年嗎 好 這個修 也有一些參考信喔 這邊炸掉了 死掉 這裡 這裡在這邊 走掉了 因為這個窄口才是太可怕 在Ventress的先選擇是母子環 然後西頭哥大軍 從正門進來 然後開了個3TC 那還好小B後面有這個布巾可以摸 現在 現在目前還是考驗那個Ventress的防守功力 那投石車剛剛這一發很舒服 但這邊有個高地 OK 現在瑪雅上來了 先一個三級射 極限配置 現在農田食物很缺 幾乎快乾掉了 這邊有機會嗎 這邊有機會嗎 哎呦 玩命耶真的是 四台投石車 這邊三級射上來了 三道血了 後石車要爆了 這一局 瑪雅守住 那我實在脈要守住 哦哎呦 好可怕哦 這邊又一包 後面這邊零星的攻勢 稍微擄小一下 擄個節奏 這邊也有 好可怕哦 這個多線打得非常忙啊 那我覺得這一場 又是一個策略的問題了 Ventress的這個瑪雅 他的弓兵骨 Bast Imp已經玩到出水了 那 他這個打法 最弱的時代就是 他城堡時代 兵會很少 然後 必須被迫防守 那你就是要 想辦法在城堡時代打爆他 不然 現在蓋劍塔好像是來的有點晚哦 但只能用經濟去打瑪雅囉 3TC打2TC 3TC打2TC 說明說我三位領先 要一直用戰矛去換 夾到瑪莉上帝王嗎 但是瑪莉沒有三級射 就是射文明比較尷尬的地方 哇 哇 有啦瑪莉後期如果有劍勇的話 其實 瑪雅是很怕瑪莉的劍勇 非常怕哦 瑪莉是 瑪莉劍勇幾乎是全吃瑪雅全部東西哦 哦 包含你的老鷹 包含你的強弩 頂多就出羽毛射手這樣 但你出羽毛射手 有可能瑪莉又出那個馬 攻擊很高 會直接把你吃掉 有可能 那以冰蟲上來說的話 其實瑪莉到後期不會說很難打瑪雅 但經濟的部分就 呃 這瑪雅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這個劍塔還是下出來之後 拖延到Ventressor這裡的公司 那Ventressor現在 想辦法挖一個城堡來前置位 打一波 那他這個節奏是不能再拖的 再拖下去 呃 西頭哥這邊的村民術是比較多的 農起來 肉馬加 戰馬或什麼的 這一盤有可能會反打 OK這邊 Ventressor才補了這個二級房 極限 極限上來帝王的這個打法 奇怪了這個打法我最近天梯也有稍微揣摩一下 雖然我不是主要玩瑪雅的 他這個打法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 其實在這個打法的過程中 城堡時代你超難防守 不好守 不好守 你防守功力要很好 你才有辦法玩Ventressor這一套 不然你城堡會直接爆炸 馬一堆就衝進來你就死 所以 呃 提供大家做參考囉 真的不好守 真的不好守 這邊 Ventressor已經在轉Eagles 他這個經濟是有辦法了嗎 哇這個轉兵 現在西頭哥應該沒有拆到 Ventressor轉兵轉太快 主要就是他這個經濟是有辦法轉這個Eagles嗎 有有辦法點到精銳嗎 好像有辦法哦 哎呦 4D投石車 這邊有一個 圍操 這邊 小V 吃戰毛 那這就馬力的問題了 馬力沒三級射啊 很尷尬啊 打不通 不用Eagles就直接把戰毛吃掉 我的天 那這盤很難打 那這個火炮上來也沒有用啊 完蛋啦 那這一局在Eagles 出來之 一出來這一局應該就GG了 那再挖石頭 西頭哥這裏也沒有堡 哎呦 Ventressor在這個左邊開了一個高地堡 然後控住這個附近的 支援 然後西頭哥 城堡選擇開這裏 這個位置哦 我不好說 現在西頭哥沒辦法轉回他的 地兵部隊的話 只靠戰毛馬力沒辦法打 哇這一盤 哇這一盤 這個時間點帝王上來 有三級射跟沒三級射 雙方穩命真的落差太大了 只是跟西頭哥 這一局有玩到非常不好嗎 其實也還好 這個就是 頂尖對戰其實 在文明跟文明之間的差異是 非常明顯的 還要你的策略 那Ventressor這一套戰術應該 大家也都知道他會用了 那就是你要 有沒有辦法陳寶石在打穿他 或者是複製他的打法 跟他一起 拼個開農 哦不是開農 是夾一波的這種打 這邊有四臺火炮 會不會直接被點掉啊 會耶會耶 Oh my God GG了 四臺火炮 被這些強弩給吃掉 加轉劍油 來得及嗎火槍兵 火槍兵 呃 這局出火槍兵是可以的嗎 可能可以 可是強弩在這 哇這一盤 直接村民上來要打這個車 沒打到 現在Ventressor不輕易 把他的老鷹放出來 給這個西頭哥看 然後直接 致命一波 最絕望的那一種 來了來了來了 就這十一隻絕地勝負了 這邊有三隻火槍兵 有三隻火槍兵 清掉 然後拉 熱身把他爆炸 這邊村民 王壞桃還有石村 現在西頭哥其實有村民術 但是就找不到東西打 流程稍微都晚一步 這個局要打瑪雅還是要出到這個瑪莉的寄兵部隊啊 我個人覺得 劍勇雖然遠防高 瑪莉遠防高 但 機動性比較差一點點 好像在講廢話 西頭哥有格子馬的話 他當然出格子馬 那在這時間點 西頭哥能做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往外發展延伸 邊打邊推 然後生一些肉馬 去打Manchester經濟 可能會好一點 好 好 這個Eagles很多 現在雙手也在生 但問題點就是 劍勇吃Eagles 沒錯 但Eagles跑得很快 他後面也有強弩 所以這就是 步兵在這個大後期 他 有缺點 有缺點 當然 單一兵種來看的話 劍勇吃全部是沒錯的 遠防又高高 好 很抗 但是Manchester這裡的地很大 他不是被打的 他是打出來的 所以他可以一直拉打 對 對 這邊老人要進來 好 這邊一個Quick 遇到很多雙手 然後跑 劍勇還有90秒 有沒有機會呢 劍勇出去沒有辦法收掉 那沒辦法了 這邊先吃你一波 綻毛 我天 然後再往後拉 不往後拉了 好 再給這個強弩 慢慢來 這一局沒希望了 覺得還是要有肉馬 瑪麗還是要有肉馬 去後面Red 剩兩隻劍塔 逼到一個寶也還不錯 哦這個城堡行開不起來 而且在後面比地 吸頭哥想辦法打出一些破口 好劍勇還有10秒 1加7 8點遠防 上了 黏得到嗎 黏得到嗎 馬力劍勇黏得到嗎 看起來黏不到 哇 不行 這強弩拉打操作力夠的話 哇但是這裡 呃 馬力劍勇 真的 哇這個8點遠防還是 一波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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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射手精銳 完蛋拉 羽毛吃這步兵拉 現在還是要轉回馬 轉回馬 這邊蓋起來了 這邊蓋起來了 金瑞羽毛射手登場 這邊被被被被被被被整整整整個控住 這邊被老鷹抓到 哇 哇這一局打的很精彩啊 你機會嗎 馬力劍勇 這邊後面比例 現在崔明書是8屬對上112 但是 呃 西洛哥這邊 才100 多匹左右而已 哦幾乎是快投降狀態 仰不起劍勇 原來這個局其實就是仰不起劍勇 險太少 哇那這羽毛射手出來沒辦法啦 打步兵有攻擊加成 1-0 有 Ventures的第一盤獲勝 那 瑪麗打瑪雅這一局其實雙方都跟得很好 一直到這個羽毛射手出來 克這個步兵的羽毛射手出來之後 這邊西頭哥還拿一個拒絕 那整場我覺得兩個關鍵點吧 Ventures這裡的 Fast in的打法就是你城堡打穿他 但 他上來真的是太快了 而且他對這個流程把握度真的很高 我們在沙漠之王 系列賽已經看了非常多場 那西頭哥這邊 要不要出兼勇呢 這個 我不太清楚 但我覺得 雖然瑪麗的劍勇確實原防很高 但在這個局可能 呃 往外發展 然後開 TC 農起來 想辦法邊打邊退 然後出一些肉麻或什麼的 可能會好一點 可能吧 三防肉麻 三防忌兵之類的 可能會比較好吃 一點點 當然這是結果論 歡迎大家在下方 影片下方討論 好 那這一集的轉播做到這一告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出品 給壓迫